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贵妇离婚启示录 那我们离婚前要怎么去谈这个分产的问题 才能和平分手呢 重点是钱要拿到手啊 那今天请来的依然是我的好朋友 是我们先机家族办公室的顾问 方世伟是伟兄 那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说因为他在一些食物上 他有处理很多这些相关的经验 那他到底就是说可能从赠予啦 或者是遗产的部分呢 那甚至就是夫妻离婚的部分 那怎么去谈判这个分手 那财产可以怎么样正确的分离呢 你应该有的权益该怎么争取 那世伟都有很多食物的相关的经验 那我们今天就请世伟来跟我们分享 好了 世伟我们就先来切入正题 你有留意到最近有一个贵妇 就是在那个社群上公布他已经离婚的消息吗 有 不太知道甚至今天甚至传出这个贵妇已经飞到对岸去 去录一个实境的节目 我们离婚吧 我觉得很猛很勇 那最近的也有很多诸多的讨论了 不过我想台湾的离婚率的确实很高的 对那不管是怎么样 当然白年好和我们都是很祝福 但是如果实际上我可能遇到一些一段感情一段关系必须走到的一个终点 必须好好的和平谈分手的时候 那在婚姻关系里面 彼此之间赚的钱跟拥有的资产到底要怎么样去谈判 那这一集我们就是有请世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所以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听过 就是说在实物上有离婚离得很愉快的 签字签得很开心的 彼此祝福还拍照打卡的这种 那或者是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很离谱的案例 我想真的离婚离得很快乐 应该不至于找上你才对 应该比较 因为一般正常来讲 在一个整个离婚一般都会找比较属于家世律师 那我们常见家世律师为主体 那就像有一首歌就分手快乐 可是有时候离婚的部分 实际上来讲 当然情感上面的东西 清欢难断家务事 那实际上来讲说 其实一般正常来讲 如果真的是比较不愉快 通常会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钱的方面的问题 财产财产 第一个部分是小孩子健康权 小孩子扶養 对 这大概是这两个的一个思考方式会相会比较多 那你说愉快的部分通常来讲 就比较少听到有愉快 但有些人他协议离婚 因为现在目前离婚的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是所谓的 就是本身的协议 就是两院离婚 第一个是法院判决 第二个是调解 那一般正常当然大家希望是 协议是最平和 协议比较平和 然后走到法院 其实很多的东西就是剪不带你来乱 而且就如同上次结婚跟离婚 其实意思它是一体的两面 实际上也讲要合一的表示 同样还是要有 那要亲自去 还不能找代理人 都不行 合一的表示就是 我同意你也同意 我们两兆双方都要去做这个 而且要两个证人 是要两个证人 所以实际上来讲这块部分 我觉得主要的点都会出现在于 刚刚提到的财产 跟小孩子监护权的问题 那炒通常就是炒这两件事情 那炒些钱通常是 如果我们先从钱来讲的话 通常是炒些什么样的情况呢 因为我发 就是实务上我也遇过有些先生 就是会对那种 存家庭主妇型的 那去否定他的 这个可能对家庭的付出 所以他要离婚也要净身出户 就是什么一毛钱也不给他这样子 他说钱都是我在赚的 你凭什么分我的钱这样子 那你在听过有哪些案例 就是金钱的部分 大家都炒些什么呢 是因为其实一般正常来讲的话 刚刚我们庄杨姐所提到的部分 其实之前有个统计数字 我稍微先提到一下 其实如果说一个 不管家庭主妇或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来讲 他要照顾小孩 还有甚至要负责 有时候煮饭那些东西 实际上有个统计数字 如果是在国外的报导部分 因为我们假设把它转换成台湾的物价的话 至少年薪要有个六十万 因为其实他很辛苦 如果很多是小孩子找保姆 然后叫一些外送也要钱 就很多事情我觉得 这是劳动的付出 那是一个价值 因为有些无法金钱付出的价值的思考 那我觉得一般正常来讲 真的可以考虑说 真正的一个思考点 包括现在民法 我们等一下会提到 在整个所谓的家庭的贡献 不是完全看赚钱的 是看整体的考量 因为在民国109年的12月30号 当时民法有修正说 所谓的 如果对方没有贡献或协力的话 确实是会降低 他等一下我们调论的差额分配 但是他所谓的贡献跟协力 并不是赚钱 不是用金钱衡量 包括劳动啊 照顾小朋友这都算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整体的部分 要整体的考量 整体的考量 OK 好 所以基本上就是整体的考量之余 那我要怎么样去争取这个 我应该要有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权益 因为像我会遇到一个情况 是我听来的朋友的朋友的例子 就是呢 其实这个丈夫 他就已经是在有外遇对象之后 其实他就有计划的 再去移转他的名下的资产 有听过 那太太呢 因为基本上就是 很单纯的家庭主妇嘛 所以他怎么会知道 而且先生名下有多少钱 根本也都没有让他知道 反正每个月就固定拿家用 拿家用这样子而已 后来呢 就真的要离婚之后 那太太就觉得说 那你小孩也要丢给我一样 因为这个爸爸也不太想负责任 那从小孩子都是 都是太太在带嘛 那就是给你 反正我就是一个小孩 就是一个月 就是算一算好 一个月就是我顶多就是一万块 那我就给你两个 就两万块 就给你了 就是我有付到爸爸的责任了这样子 那其他你一毛钱都别想拿 那后来就是 就是寻求一些相关的法律的途径之后 开始就觉得要去请求 这些相关的权益 那先生就双手一摊 我就没钱了 那你要分我也没有 这样像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避免 或者是老婆是可以去主张一些什么的呢 这个当我今年刚好有遇到一个个案 也是刚好跟律师讨论过 那其实我们先来看一下 台湾的婚姻产制的一个结构 跟大家听众分享 台湾的婚姻产制在民法里面 有分成两种 那就是一种叫做法定 第二种叫做约定 那行使差二分配请求权 我们法院是民法1030之一条 但我们可以提到法院 大家可能Google都找得到 那实际上来讲 要有法定财产制才能行使差二分配 就是要共同的财产 对 要财能行使 所谓的剩余财产的差二分配 可是有时候常常我们在 有时候在可能强度 金融经购的课说会的时候 有些RBIP客户说 这很简单的啦 反正配偶的钱我都先分一半 反正配偶的财产都先分一半 不一定哦 不一定哦 因为一般的思考点是 名下财产分一半 但实务上不是这样 是剩余财产 那剩余财产跟名下财产 主要有三大类啊 是不在剩余财产氛围的 就剩余的剩余的部分 主要有三大类 因为剩余财产主要是婚后 所以第一个婚前不含 婚前的财产不含 第二个部分呢 跟第三个部分主要是来源 到底这个财产是怎么来的 继承取得跟受证取得的 也不能不能行使差分配 否则就去找有钱人 取回家就好了 就是说这三个部分是没有办法差分配的 举例来说 我生前赚了三千万 对 婚后即使我的收入只剩一个一年三十万 但是婚前累积了三千万 那老公未来是都不能去请求的 因为这是婚前我的资产 对 本体是 但是民法在1017条规定 如果是婚前的资产 婚后有资息要算婚后 比如说婚前有三千万的股票 OK 婚后配股配息 领的股利 股利 那要算婚后 了解 还有债券 也要 还有一种事 可能大家没有留意到 婚前买的房产 婚后有没有可能出租 收租金 对啊 有啊 那个租金收入也要算婚后 也要算 原来是这样 用时间序来看 时间序的部分 然后时间结婚后产生的这些所谓的 不管是 那可能就是资息的收益 都是要并入的 对要并入的 那刚刚有说继承 比方说我婚后即使是几年后 那来自于长辈的继承的就是例如之前的五亿高中生 就是我继承了五亿的土地 这个先生也是没有办法主张要分的嘛 还有受证 受证是就是别人送我的 对 父母亲给的 别人给的都不能行 差分配 所以这个受证只要是不管东西 不管你送的是金融资产 或者是你送的是现金 你送的是房子土地 只要是受证 受证取得的 或继承来的都是不行 是的 进入分配的 OK 刚刚提到这一块其实有一个方法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谨慎使用 那个在民法1030之三条有个规定 这个大家比较可能会知道差而分配 就是法律有个规定说 如果就像刚刚这个案例的角度而言 如果夫妻双方其中有一个人 他先布局嘛 他再要离婚这前先布局 只要在法定财产制消灭前五年 处分的婚后财产要被加回来 五年 法定财产制消灭假设要离婚往前推五年 处分的婚后财产要被加回来 所以第一要非常要有那个概念 要脱产的 计划很久 也要有耐心 要在原来的婚姻里面 再继续撑五年的这种 那算心机很重 对啊 那这个可能这种男生可能 应该不多见 这个方面要非常的留意 如果是保障他的保障那个 受比较拿到 剩余财比较少了 但是有另外一种角度 是我这段时间遇到的个案是 是我们律师介绍过来的 是 就是他是剩余财产比较多的 他不想分给他的先生 那么多 而且金额是有点大 太太比较会赚钱 太太当时有一些东西 然后这时候呢 其实我就跟他分享了一招 但是这个要谨慎使用 因为民法1030这三条的后面 有一个诞书 法律都有诞书 是 他说如果处分婚用财产是 但为履行道德义务上的赠语 就不用加回来 什么什么 可以讲白话 我们为履行道德义务 我们用那个实际案例 这是法源嘛 就是说 如果假设给父母校养金 是 或者是给小孩子 比如说教育费 这些就是履行道德义务上的赠语 这时候不用加 对 可是一般正常 他有布局的 都不是做这些事啊 当然 都是给其他人 是是是 对 就买房子给小三啊 类似这样 或是甚至 小王啊 对啊 类似这样 所以为什么会有法律这条 也是保障说 他如果给父母校养金 就追不回来 做子女教育费 还要追 那这样的话 其实他是真正履行到这一帐这里 但是没关系 我们常说 民法1030之三条的第二项 叫保护原配条款 有个保护原配的 如果啊 行止差分配 发现不够 他可以去跟 拿到的第三人 请求返还哦 请求把他追回来 拿到的第三人 就是原来的 小三 如果房产的给了小三 他发现 这个人说 我就双手一摊嘛 那个先生说 我都没有啊 就摆一个烂 说我没有 他最后法条 在那一条的第二款说 可以去跟 那个拿到的人 请求返还 请求把这个东西返还 但是前提是 那个人要不知情 如果这个人 是知情 是跟他买房子的 比如说我是买方 我跟那个 先生买了房子 我根本不知道 你们之间有增值 那这样就不算 可是一般正常 实物上都不是这样 这个就是 这个是一个 蛮重要的条款 保护的条款 保护原配1030-3条的第二款 对 好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 有没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 有些人 我有听过 就是在心理智商时 也会跟我分享 就是有些人为了 为了离婚 是 那他呢 就是会搞到 他的另一半 精神受不了 他可能情绪就是冷战 要不然就是言语霸凌他 然后让这个人 这个婚姻关系过不下去 然后让对方主动求去 然后呢 甚至宁愿放弃所有 反正我就是 你愿意跟我离婚 我就好了 之前曾经就是 我可能 因为写意要离婚了 对不对 那可能太太可能就觉得说 那不行啊 我的青春岁月都花在这个家 那你好歹 都算一个等值 一年50万就好 我10年你要给我500万 我才愿意要离婚 可是那个先生可能不愿意啊 他就开始从此之后呢 天天就是羞辱对方啊 然后情绪言语霸凌对方啊 搞到太太真的是精神 几乎要耗弱 然后宁愿求去我 500万我就不要了 那像这种情况啊 难道没有比较保护 原配的方式吗 那我们今天讲这个都是例子 在实物上当然也有可能是 是太太比较强势 然后想要这样子 驱离他的先生的也有 所以我们听众朋友 不要误会说我是女权主义者 这样子 对其实如果这种情况 有时候其实我刚刚还提到说 有时候精神上面的东西 关于男方女方 我觉得这种就会建议 除了自己心理层面的话 当然心理智商事为主 但是有关于法律的东西 我建议找律师 找律师 真的需要 有人说没有 其他我们自己好好的处理 好就好 可是有时候好好处理的时候 你想要好好处理 对方不一定 所以我觉得找律师 是一个相关的点蛮重要的 那其实你说一般求去 其实我觉得以配偶的角度而言 那配偶其实他有两个层面 就是第一个他可以行使差额分配 再来就是他是当然继承人 可是有些现在目前有一些 避免说有些差额分配 他一结婚的时候 他直接就用约定财产制 那这时候就不能行使差额分配 对所以您刚刚 你先讲完我再问 对因为一般正常来讲 刚提到法律说 什么样情况下可以行使差额分配 有三种情况 对这个刚刚没讲完嘛 第一个是配偶死亡 配偶死亡可以行使差额分配 第二个是离婚 那第三个 第三个很特别 可能一般的听众 比较没有注意到 这对夫妻更换婚姻财产制 也是法律财产制关系消灭 就是他从法定 他从法定 变成约定 转成约定 也算 可是之前有一个 就蛮有趣 我们在客室会的时候 就是他说 那我约定转法定 可不可以 不是 约定转法定是让他变成 能够行使差额分配 有点不一样 对 所以这个 这三点 尤其是第三点 第三点还是夫妻 但是他本身已经 就可以行使差额分配了 那这些主张啊 不管哪一种 都一定要在 签字离婚前就完成 对不对 没有哦 所以我可以签字离婚后 然后 两年内 两年内 知道两年内 就假设是离婚的话 五年内都可以行使 这是一个请求权 哦 所以可以 不小心就离婚 不能说不小心 离婚之后发现 哎 赫人发现说 哎怎么 前夫有 或前妻有那么多钱 然后去搬进豪宅 然后跟着下一个人 这有时间点的 对有跟另外一个人 就共度幸福下半生 原来他那么有钱 他之前根本 布局好了 对 不是跟我说的 那个一穷二白这样子 所以我是可以去追溯的 两年 知道两年 然后法定离婚 后五年内都可以行使哦 哦 请求权时效 五年内都可以 五年内 因为有时候知道很难讲 嗯 可是法定财产是消灭的时间点 是很明确的 嗯 比如说离婚 是啊 五年内都可以行使 差分配 嗯 所以有时候 我觉得还是要给人家一点 就像我们说 如果假设您是站 我们之前我学长 我跟我分享 你在站上方的时候 也要给人家台阶下 当然 本来就是 我觉得人家 不要赶尽杀绝 对 真的要给人家 留一口气呼吸啊 而且有时候 我觉得婚姻哦 就是不管是婚姻 或者是情侣关系哦 就每一段关系 能够从浓情蜜意 走到彼此 真的是人间博良哦 这肯定是彼此之间 都发生了一些什么 是 那既然已经人生路上 渐行渐远了 就不如就是放彼此好过 对 那放彼此好过 在这个段关系要正式结束之前 我觉得彼此过去 曾经有个甜蜜的回忆啊 或什么 其实我觉得那个都算有价的耶 不是说把一个人批评的 一文不值 当然当然 那如果是这么糟 请问你当初 为什么会跟他在一起 对那会走到这个地步 一定是彼此都改变了些什么 所以也绝对不会是 对方的责任而已 自己应该也是要负一些责任 所以真的我觉得 不要赶尽杀绝哦 然后该给的就是要给 那因为 有时候我都会觉得 你现在空门 或者你现在计较这么多 那有时候不见得是你 你感觉上现在好像 我就占了便宜 对不对 好处哪了 对不对 可是未来你可能会引发更大的风暴 不要忘记 人被逼急的时候 就有句话叫狗急跳墙 真的会 对不对 人被逼急了 然后真的是逼到 这个人 这个生存线的边缘的时候 他会做出什么事 你其实不知道 就是像之前有一句话 忘记是谁说的 说衣食逐而滋熔炉 为什么以前在历史皇朝很多会揭竿起意 连吃饭的机会都没有 是 对 这我觉得蛮重要的 对啊 所以有时候 因为我有时候在一些社群的社团里面 我特别喜欢看一些心理学的书 然后所以我也会加入蛮多一些心理学相关探讨的社团里面 那这些社团里面 常常我就会看到很多的社友们 他们就会把自己的故事拿出来讲 然后我看到就是蛮夸张离奇的这种状况 就是可能被逼到走投无路 然后甚至就是说 后来精神就是陷入状况 然后又要养小孩 因为这种有时候不负责任的另一半也蛮多的 然后又要身兼很多职 然后又小孩又还小 所以自己的情绪上其实是有 已经我觉得是生病了 所以他才需要到这样的社团里面去取暖 那变成大家都会给他安慰 但是能够尽量不要走到这一步 有时候不是自己能够选择的吗 生活逼人这样子 那我觉得就是说 在回到关系这件事情上 真的不要欺人太甚 不要把人逼上绝境这样子 所以好 那我们继续再回来讲 就是说刚刚有说这个法定跟约定的财产 那我能够去行使这个有点 夫妻胜于财产 胜于价值财产 差而分配请求全 名字有点长 那在约定的情况下 那市委也跟我们讲一下 什么叫约定财产制 约定财产制 他现在目前法律上部分 有人之前有人说 联合财产制他已经都改掉 现在目前约定财产制 是个别跟共同 你可以比如说哪些财产 你自己家里 因为一般正常有时候 假设先生付房贷 小孩子付教育费 是不是大家都已经讲好 就可以讲好了 那个别是所有财产都个别共有 那这个的话自己讲好就好了 夫妻之间 因为一般正常一对夫妻去登记结婚 因为从97年5月23号开始是登记有效嘛 没有特别提就是法定 法定 那如果要走约定的话 要经过一个程序 那护诊事务所那边都会有 就是会有一个相当的表单 都没有问题的 所以就自己决定啊 因为不是说约定就代表感情不好 是说实际上 当然每个人他对每个夫妻他在财产的思考点来讲 每个都有他一个价值 而且这个约定啊 不管是个别或共同啊 其实不影响配偶这边的未来的受证跟赠予的权 呃继承的权益 完全不会因为这是X2分配 这是一个请求权 跟所谓的民法的138条的当然继承人完全不受影响 对对对对 完全不受影响 所以我觉得大家会误会 因为我曾经就听过一个一个美丽的误会 就是那个太太就是说那这个要跟他个别 先生希望跟他个别财产制这样子 那会不会他就担心 因为财就是 前婚前就要这样约定 那他又不好意思说不 那因为现在就是各自都财务独立的情况下 他就会很担心 那未来会不会万一他挂掉哪一者 我连他保险理赔机都领不到 或者是他的一些相关的名下的遗产 他领不到 我说不会这是两码之士 对对对对对对对 除非这特殊状况 上次我们的古一高中生有提到 除非他是会被认为是 民法一四五条的丧失计程权 那这一般不会 对丧失计程权要很严重才会有 是是是 OK好啊 那我们这段节目探讨了 就是有关一段关系走到末端 那我要怎么去谈这个金钱的 这个分配的问题 那我们下一段节目再继续来讲一下 因为毕竟我们的建议 我们的的都是理想嘛 可是现实跟理想永远就是有差距的 那我们下一段节目 再请我们的先机家族办公室的顾问 世伟来跟我们谈一下 那理想的状况是这样 那现实的状况呢 那我们下一段节目 今天的主题是贵妇离婚起事录 那我们离婚要怎么去谈 这个分产的问题 那有请的是先机家族办公室的顾问方世伟 那世伟啊 我们刚刚在上一段节目里面 有提到这个所谓的夫妻胜于价值财产差额分配请求权 专有名字非常的长 那如果一定要走到离婚这一步 要去配偶要去行使这个请求权 甚至离婚后的五年内都可以去追溯 然后还可以去行使这个请求权的部分 能不能实地帮我们算一个例子 这个是什么东西 即就是说我去行使之后 那对我的好处是些什么 是那我们就分享一下好了 如果假设当时啊 就是整个先生假设是有财产五千万 我们家用数字比较大一点 这样比较好的 老公五千万 老公五千万 然后太太有五百万 五百万 我们假设都是财产就已经算好的价值 那如果正常情况下就是五千万 假设都已经剩余财产了 就是五千万减五百万 除以二 两千两百五十万 你有没有发现最后两个都平均变成 数字是一样 变二五零 都一样嘛 五千减五百是不是四千五 四千五除以二 二二五零 一人一半 所以最后算出来 每个人都有二七五零 发现二七五零 好 这是第一种情况 但是我们刚刚提到说 名下的财产中 有一些是不能剩余财产差好分配的 我们举例好了 假设先生有赠予 现在开始 这是刚刚没有赠予的情况下 假设先生赠予五百万给太太 就变成先生剩下四千五 对 然后太太剩下一千 那有人说 那简单啦 四千减 四千五减一千除以二 不是哦 因为太太的这一千万中 其中有五百万是先生给的 所以他剩余财产是五百 不是一千 一定要扣掉 所以他的剩余财产是 四千五减五百除以二 变两千 OK 不是四千五减一千除以二哦 不一样 这就是其中一个方式 OK 那至于说到时候 请求权假设的部分 假设算出来是两千 这时候呢 他就要请求权是这样 你要请求才有 你不请求就没有 放弃 所以回到一个原点 我们等一下也会再讨论一下 我这段时间 今年有出一个个案是 他在离婚协议书上写出 他双方放弃差额分配 可以的 可以在离婚协议书上写说 双方不行使差额分配 那我未来可以反悔吗 已经协议就已经签名了 而且甚至还去找公证了 不行 因为他可能有拿到相当的赡养费 因为一般实务上的原则 比较少人会领了很多赡养费之后 又再给人家行使差额分配 就等于是背后再拖一刀 因为赡养费拿到多少钱 拿到多少财产 都不会列所得 给出的人在协议范围之内 也不算赠予啊 所以赡养费来 在税林这一块 是相对比较优惠的 OK 好 了解 所以刚刚就是市委有帮我们算了一下 就是说在一个实务上 我们可能会的情况是怎样 不过他举的例子就是 夫妻双方的资产的数字比较悬殊的 那如果是比较靠近一点的 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会有请求到那么多 对 而且这个资产其实又包含到房子啦 或者是甚至有些人是连车子 名下的车子 只要是动产不动产 相关的都拿出来做分配了 那像这个房子啊 一般是怎么去算 因为房子应该蛮多人都有的 是 是怎么去算这个价值呢 是用房屋公告限制这些吗 还是用市值来算 这个也是 谢谢王姐 这个非常棒的一个问题 因为一般正常搭的公告限制 跟平均价格 是在算遗产种的时候 才用这个价格 一般我昨天才刚刚看了一个 财产总归物卿册 它的市价大概是两千多 土地公告限制跟平均价格 大概是45%到50% 很准哦 大概是45到50% 大概将近快一千 对 那差额分配请求权 它的价值 原则 绝对不是用公告限制 因为公告限制的话 拿房子的人就 就赚到了 是啊 因为它等于是 它剩余才比较少 不是 它一般实务上 法院会用第三方 或自己取的一个 所谓的建价 是用建价 也不是市价哦 是建价 建价的方式 建一个大家可以同意的部分 法院也可以同意的部分 去做相关的建价 不是自己说了算 那有一种情况就是 我现金很少 满手房子 这种怎么办 那万一配偶要来 申请这个请求权 我也没有现金给他 那就房子要给他 就变成房子给他 或者是房子 或者是 共同共有 可以这样子 可以啊 可是问题是 一般如果是离婚的话 对啊 就不肯会共同共有 我才不要再跟你 有任何的瓜葛 可能是法房子 看可不可以出售 到时候现金的变现 很多时候就是变现 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因为行使差好分配 跟继承完全不一样 继承要完税之后 才能过户 可是差好分配 因为它有请求权的时间点 可以协调彼此间 假设是协议离婚的 做差好分配的话 可以先卖掉 取得等值的资产就可以了 OK好 所以这个是 其中的一个美港 因为其实资产 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状况 那像股票的部分 应该就是 它就是算 那股票 大概就是算 那个请求权 当天的那个市值吧 不是 在民法1030之四条 有对于 差好分配请求权的价值 来去做认定 那如果假设是 法定财产是 消灭当天的价值 消灭当天 关心消灭 就离婚 假设离婚 那如果是离婚 是因为判决而离婚的话 是用起诉时的 价值为主 OK 就是法院起诉之后 确定他离婚才离婚 因为离婚不是嘴他说的算 像我们今天这个案例里面 不是说 自己一个人嘴巴说 我离婚了 不是这样的部分 所以 这有趣的思考点是 那万一现在台股 也一定要冲 就是万一两万点的时候 然后你有股票资产特别多 千万不要轻易的离婚 是这样子吗 不是 他应该是用离婚当时的 确定离婚的那一天的价值 而不是未来涨到多少 我知道 我就说 在股市相对高点的时候 股价相对高的时候 就是不要轻易的去 谈这件事情 因为有可能 你就必须被迫 不管是变现 然后把一些价值 就是分配给对方 甚至有时候是 就像谢谢丽邦姐的分享 其实有时候是 当股票在最低的时候 你也不得不变现 强制变现 或者说你给他 他不一定要变现 但是问题是 你就是等于是 他不想离一方不想离 而且他就是拖着 一直拖 我身边真的有遇到朋友的长辈 一路已经拖到 现在八十几岁了 但是已经早就不住在一起了 你知道吗 就是他先生之前 可能就比较灰雷这样子 所以很早两个就分居了很久这样子 那到现在还是就是不离婚 因为他就是不甘愿 把这个男人放给外面的女人 可是事实上原来的先生 已经早就跟人家同居很久了这样子 对 那有没有一种情况 就是有一方硬是不离婚这样子 那这种情况下 有没有可能未来会遇到 什么棘手的情况 难道就真的只能等到 某一方挂掉的那一天 然后变遗产的那一天吗 因为一般正常来讲 如果就像刚刚这个情形 他已经有确定 他可以去申请法院诉请离婚 是先生不想离吗 没有先生可能不知道 有这个权益 对 他其实是太太不想离 太太就是一口气 不甘愿 对不甘愿 那这样的话 他不想离的话 那可能就 因为一般正常 如果说假设是 那个先生不想离的话 他那个太太可以去法院诉请离婚 可是他是不想离的话 那就 那就变成先生也可以来诉请 没有 不行 如果他本身先生是 本身是有外遇的 对 他没办法去跟法院诉请离婚 不是因为这个法律有明法有规定 但是这个有一次的话 就只能等到最后 只有一把他当然寄账人了 对啊 就是真的只要那一天 所以就是这种关系已经破裂 但是婚姻关系还持续存在的情况下 万一就是出轨的一方或犯错的一方 其实没有办法去主张 不行不行 哦 了解 这样的话等于是法律去保障那个犯错的人 那如果是出轨这是一种情况 那有些人是我可能年轻的时候 有些是年轻的时候我就离家出走了 就是先生我就抛下一下 然后他你也在实物上无法证明他有什么出轨啊 也不是犯错 他就离家出走而已啊这样子 那这样也可以去竖请离婚吗 在法院竖请离婚 有零零种种是这十几项 其中有一个包括失踪的那里都算 哦 失踪 那也要变成是失踪了 那是失踪的部分 就是有些是他不管家庭 是跟失踪不一样 就像我们常开玩笑说 已毒不回不是失踪哦 嗯 对有些人是已毒不想回嘛 可是失踪是真正去给报道 因为假设有时候真的有人去了一些 不一定东南亚一些国家 都联系不到 这段时间不是有状况会发生吗 那真的是可以去报警失踪 那失踪达到一定的时间点 实际上来讲 甚至法院就会宣告他死亡哦 对啊 这也是一个保障法律 否则永远都茫茫人 还不知道他人去了哪里 对 OK 好 那个苏文你的粉丝来了 支持专业的杰森 老师金融专业的 杰森史达森哦 是因为都头发不多吗 对没错没错 因为昨天那个英文的梗 OKOK 了解了解 谢谢 好 那我们回来讲一下 我们一直都在讲说 婚姻就是这个关系 你走到比较不好的一个情况下 那我们回到一个婚姻就是 可能还是蛮好的一个情况下 就是还彼此有 彼此有勤奋在 那我知道夫妻赠予是免税的嘛 那士文你会建议说 在农情秘义的时候 就应该要去做合理 财产的合理的遗转 或交流了吗 我要怎么样去 想办法另外一半的财产 想办法让他赠予给我呢 其实这要看几个方式啊 就像刚刚我们的 历芳姐所提到的 在一个赠予的角度而言 他的法源 一正税法二十条规定 夫妻之间赠予就不计计赠予总额 你要赠予多少都可以 对 那只是说这个赠予的部分 到时候赠予出去之后啊 这所有权已经出去了哦 就不能再心里差而分配了 要自己心里想清楚 对啊就是我就是给另外就是你不能 不能再要回来了 对我说我之前已经给你 那个一千万了 那这这个差而分配 你要少拿一点 不行 没有没办法 因为这是两件事情 因为所谓的赠予是跟赠予 那法律上财政部有发函令说 如果行使那个赠予出去啊 是 这时候就不能再心里差而分配了 这个有函令的规定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要 我觉得适当啦 那一般正常有些是在婚后买的房子 登记在谁的名下 在婚姻关系纯续期间的时候 他有使用权没有错 是 什么贷款等等 但是行使差而分配的时候就没差 因为那是婚后财产 OK 对 好 那有一种情况哦 就是我自己的朋友 哎 其他有朋友怎么那么多 是这样子 就是有两个豪宅 但是呢 基本上都是太太在赚钱 了解 那豪宅买了呢 一太太一户 对 先生一户 是 这样子 可是事实上这个贷款 都是太太在缴 而且是直接是从 太太账 公司的账户 出去负担的 好 那一旦关系已经走到 一段时间之后 那像这种情况 我有办法 就是我的朋友 可以去主张一些什么 然后其实他才是 另外一栋房子 虽然 是名字是老公的 可是他可以去举证 一些什么样的例子 让大家知道 让或让法院知道说 其实这个房子 都我在缴的贷款 应该也要算我的吗 这个部分的部分 一般正常来讲 要看情况是 因为夫妻之恩 这与法院都相关知道 一般正常有一种 叫做主张借名登记 民法借别人的名 去登记他的财产 好 我们先卖个关子 我们下一段 关系再回来 因为这个是我朋友 亲身例子 一定要问清楚 今天探讨的是 贵妇离婚启事录 那有请的是 先机家族办公室的顾问 方世维来跟我们探讨 那上一段节目 我有讲到我朋友的例子 就是买了两个豪宅 但是其实一个在太太名下 一个在先生名下 但是事实上贷款 都是太太在付的 那我们继续来分析这个状况 我到时候万一啦 就是真的是要走上镜头 这段关系要离婚 那我的朋友 可以把另外一个豪宅 主张回来到他的名下吗 不敢说百分之百 不过民法上有一个叫做 借名登记 是 借别人的名登记他的财产 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第一个贷款是他付的嘛 对 然后再来部分 平常的太太在赚钱嘛 那不是代表他在家里照顾 小孩那些不需要 没有贡献 而是说他主要是他在赚钱的话 他等于借他的名登记 有机会主张回来 有机会 但是实务上比较 借名登记 比较没有主张是夫妻的这一块 但是是有机会 有机会 有机会主张借名登记 而且先生已经是确认犯错了 OK 有出柜的 犯错了 那降化机率会更高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部分是 因为刚刚在讲 差额分配的剩余财产中 如果是婚姻关系 纯绪之间 比如说房子的贷款 这可以减掉哦 所以剩余财产会比较少 比如说举例好了 豪宅嘛 假设台北市豪宅要七千万以上 我们就用七千万 然后贷款假设贷了一半 假设三千五 其实剩余财产只有三千五而已 OK 不会是七千 对 所以这个还是可以保障 这个情况是万一他的先生 要来回来主张请求权 因为一定是我朋友 朋友签嘛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可以 就是扣掉房贷的部分 才算是房子的价值 对 只是说因为如果假设 借名登记没有成功 他主张差额分配的几率不高 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有房子 对 除非他有其他财产 也都全部在那个太太名下 因为如果假设借名登记 没有成功的话 假设借名登记没有成功的话 他本身也有房子 所以他剩余财产 差额分配的几率很低 可是如果假设 他主张借名登记 这个先生就有机会 行使差额分配 可是差额分配 现在目前有一点是 民法1030之一条的 第二项跟第二项下 要看他方的贡献 法院可以把他这个 行使差额分配的权利 给他免除掉 变成没有 因为白烂 如果白烂 俗称叫白烂 可以综合考量 把他的差额分配降低 或直接就免除掉 OK 这是109年12月30号的 重新立法修正通过的 了解 因为其实社会的事件 实在越来越多 所以其实法院的这些相关的 就是条款 也就是与时俱进 去做一些更动 好 我们刚刚有讲到 就是说理想跟现实的差距 其实是蛮遥远的 因为通常就是理想是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的确就是说 像我都不知道 我今天才知道说 原来我们的Jason是 这个再看一次 Jason Stassen 原来是有这么酷的称号 之前还有是李安老师 这个安东尼 说我们的方老师是李安老师 真的是 我都失禁 因为我都叫他Jason 或叫他世伟 都不知道说原来他有 是这样子的金融界的称号 好 那回来看 就是说 如果 就是说像我自己 在讲另外一个例子 也是我最近帮他 正在处理中 那他们是孩子 大概在上国小 幼儿园年代 就已经离婚了 那先生就一个月一个小孩给八千块 两个一万六 因为他觉得 千万币别是 清台币 然后因为太太 就是前妻 他觉得你也有赚钱能力 孩子也是你生的 你也要养 所以我就付一半 所以这样的概念 他就算 一路到现在还已经国中了 我最近听到比较扯 最近不是放暑假吗 这一万六会自动打折变 八千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同乡输一半吗 不是 因为暑假期间 这个前夫会把两个孩子 接去跟他住一个月 他觉得这个一月都我在养了 所以我不用给你 计较成这个样子 对 好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像万一走到离婚的这一步 那大家都会去协议就谈判 那孩子归谁养 就是另外一半 可能只要就付一些抚养费 我要怎么去谈判 这个抚养费的部分 要怎么样才合理 那万一遇到 我就说好啊 其实书上都写得好好啦 我一个月 每个小孩付一万 两个小孩就付两万之类的 或更豪迈的 我就是付五万块好了 就付付付 只付了一年 只付了两年 接下来就不付了 双手一摊 我现在就是没工作 我就是付不出来 那怎么办呢 我怎么样自保 其实就跟我们刚刚提到来讲 我觉得相关的 还是要找家事律师 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 就是要打官司嘛 要求回来 有些东西啊 法律文字啊 因为我个人是对税法 民法算还算蛮熟的 我觉得千一法而动全身 有时候差一个字 对 可能差一千万哦 所以这件事情 那刚刚谈判沟通 那我们现在我们 曾经老师最熟悉的 他常常可以跟我们一个启发说 对方要的是什么 彼此之间 没办法取得百分之百 五十五十的协调 但是有时候退一步 真的海过天空 那相关的来讲 我觉得离婚协议书上怎么写 我觉得彼此之间合一就好了 不过今天在讲差分配的部分 我们今年真的二月 有处理过一个个案就是 真的可以在离婚协议书上写 刚刚有提到 双方不行时差分配 真的可以 然后去找公证 去找公证 公证 不一定要一定要公证 但是公证有点像 再倍数的概念 彼此之间都已经协议了嘛 我没有脅迫你去签哦 那怎么样状况去部分 包括小孩子未来的相关的点 那我们通常有时候了解是 如果有些夫妻离婚 那小孩子的一些教育的东西 不要写得太死 写范围会比较好 例如 例如说不要说一个月 就像刚刚你知道 一个月一万六 寒暑假一半 类似这样 那一般通常是写说 根据他不同的情况下 支付他教育费的百分之多少 用百分比的 是不是相对来讲 比所数字来讲 万一假设小孩子未来要出国 哇 那当初没写进去 是不是对方就可以不用付了 所以我觉得写个范围 跟写个不同的 根据人生不同的情况 去做一些百分比的 各百分之五十 那相关的情况 当然一定要对方同意 不是说你想要让他 紧密预示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这取得一个均衡 其实蛮重要的 OK OK 好 了解 所以就是尽量不要把它写死 一个月是多少 而且不要考虑 现在通膨也很高 物价指数 我真的觉得我那个朋友 就是一个月八千块 所以我刚请教BB 对 到底八千块 光付安亲班费用都不够了 不要再说还要吃东西什么的 本来以为是一周 对 我就觉得还蛮夸张 而且也没有与时俱进 这么多年过去 还是上国中了 国中那些补习费 也是很恐怖的 然后还扣一半 所以尽量就是 万一要走到这一步 在写有关离婚协议书的时候 对于孩子的养育费的部分 尽量不要写得太死 尽量就是写 像刚刚Jason老师有建议的 就是说我写一定的教育费的 依照不同的阶段变化 然后依照教育费的 例如百分之几 例如依照收入状况 先生比较多 那你就要求他 那我付到百分之六十 甚至七十这样子 可能对自己是会比较 好的一个保护 那我最后一点时间 其实能够要讲到 离婚这个议题 就是其实大家都不愿意 那一段关系 就会走到尽头 的确是 我觉得大家都不是乐见 那虽然有个名言说 这个婚姻关系里面 可能也可能两个人都不快乐 离婚以后 至少会有两个人都快乐 有可能就是两个人都要离婚 或甚至有更多人快乐 这样要投奔另外一段感情 但是我觉得感情这件事情上 平常就要多存款 所谓的存款就是我要培养 你不要培养这些 夫妻的感情的关系 你不要觉得说要结婚后 什么都理所当然 你帮我煮饭理所当然 帮你烫衣服理所当然 然后赚钱养家理所当然 我也有一些朋友 他是觉得 他自己赚的钱 他都不拿出来 他觉得既然我们共住一个家庭 两家就是老公的责任 然后老公全部的钱都要给他 然后一个月才跟他拿8000块的零用钱 有这样的 没错 那我觉得这样也蛮夸张 蛮离奇的你知道吗 就自己的都够丢丢 然后都是老公 我觉得这样子的婚姻关系 老公也压力太大了 他真的一辈子要做牛做马 所以我就希望就说 在所有的关系里面 不管你现在是婚姻状态里面 或者是你现在在某个情感关系 谈恋爱的关系里面 不要忘记 谈感情都是彼此双方都要付出的 平常都要多存款 不要把对方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 对方对你的好也不是理所当然 然后不要走到彼此心灰意冷的那一天 要走到离婚这个 或者是甚至谈判离婚 然后还要去要求这个所谓的 夫妻剩余价值财产差额请求权 走到这一步是大家不乐见的 那希望透过这一集 让大家可以去 从贵妇离婚的这个社会事件里面 得到一些启示 那我们也请了专家来探讨 在彼此之间 这些有关金钱的部分 要怎么去谈判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那希望呢 我们的今天的这一集 对大家都有所帮助 那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大家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